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就是你们几个了 咱们现在拿着五个矿石 我们要去给它熔炼了 把它们熔成真正能用的材料 好 现在我们就在熔炼炉里边 我们要马上拆开这个盒子了 盒子里面有很多我的世界的各种生物 咱们先看看盒子 你看盒子外面模拟了一个矿石的样子 我右边这两个是金矿 这边还有钻石 这边还有红石 盒子四面八方有各种不同的图案 都很好看 你看这边有一个主角史蒂夫 然后拿着跟铜哥一样 拿着钻石稿 他可能正在挖矿 然后下面这还有我的世界的标志 还有里面能拆出的各种生物 都是非常漂亮的 每一面都很好看 那么我们准备要开始拆了 我们先拆第一个 先拆一个钻石矿 这个钻石矿 里面 拆开盒子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能用的钻石了 一个钻石矿 再打开之后 我们的小狼来了 真的是好酷 下面还有个说明书 是它的完全体 长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拆第二个 这是什么 这是个金矿 哎呀 这个拼装完成的鱿鱼啊 你看它的眼睛就像死鱼眼一样 非常的无神 然后整个人呢 也是离倒歪斜的 在那躺着 真挺可爱的 是不是 来 你也来到这里 跟狼在一起 不狼打得过鱿鱼吗 进水里反正是打不过的 接下来我再拆一个啊 拆这个吧 拆红石 咱们每种石头都拆一个 不能说拆啊 是熔炼 我们要熔炼红石 红石一般是做电路用的 就是各种需要带电的东西呢 需要这个用红石来制作 一个拿着稿子的史蒂夫 哇 钻石稿啊 真是挺衬的 挺有钱的 看来它可以挖这里 所有矿石 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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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矿 这是钻石矿 灯灯灯灯灯灯 嘿嘿 来 史蒂夫放到前面 史蒂夫跟狼站一块吧 离鱿鱼远点 鱿鱿这么坏的动物 是不是 长得这么不好看 好 接下来我看看啊 还剩两个矿石 一个金矿 一个是钻石 我们来搞金矿吧 先把金矿搞了 嘿 呸 把金条打开之后呢 哎 你看啊 这还是个场景套装 看着就很酷 你看这个是 小人啊 正在与恶灵作战 你看这小人也很帅的 他头戴金灰 手持金剑 身穿金甲 下面是金裤衩 不是金裤衩 金裤子 金裤子啊 这个 就是一个金色的裤子嘛 纯金打造的 穿这么金 是不是很磕呀 不要管他了 我们把它拿走 再拆最后一个 还剩最后一个盒子了啊 这是一个钻石矿 最后一个了 打开它 哇 这又是个墨影龙和这个小主角正在作战的画面 哇 好酷啊 这个看 哇 这个墨影龙好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 正在要咬我们这个小小主角身上拿着钻石剑的 这钻石套装也一样啊 头上钻石盔 身上钻石甲 腿上钻石裤 手里还拿着一把钻石剑 正在呢 进行一件勇者斗恶龙的事情 正在与恶龙作战 好 把它拿到一边 下面呢 就是我们今天拆出的五个惊喜袋 我们踩到五个矿石里的这个小世界啊 很多有场景套装 有的是这个单独的人 有这个拿钻子挖矿 还有这个狗正在吃骨头 还有这个鱿鱼啊 在这斜着飞 另外呢 两个最酷的长景套装 一个是金甲斗恶龙 一个是钻石大恶龙 那么好了 小朋友们 咱们今天的我的世界的这个惊喜袋呢 就先拆到这里 喜欢我们视频 小朋友们记得点击一下订阅按钮 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